两台战车隔着树林对峙 下一秒乌克兰T-64BV战车轰炸俄军提齐尔B-3 俄军战车随即起火爆炸 即便从远处空拍俯瞰 还是可以看到浓烟火光依旧十分明显 除了前线乌尔两军战车狭路相逢 莫斯科机场也传出预袭事件 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指出 日前有不明人士在七卡洛夫斯基机场放置炸弹 炸毁两架飞机和一架直升机 其中一流升电阵机严重受损 近期内恐怕无法迅速恢复 事实上七卡洛夫斯基机场 停放俄罗斯政府公务机 与核战争指挥机末日飞机以及侦察机 预期事件可以说是指导俄罗斯军机基地 另一方面俄罗斯不敢示弱 也公布影片表示 俄军利用远程神风无人机柳叶刀 入侵乌克兰南部军用机场 命中一架米格29战机 不过前线持续交战 盟国也在加码援助乌克兰的力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日前 在第15次军援乌克兰协调会议上表示 与会的50国承诺会在援助乌克兰超过760亿美元军援 并协助乌克兰持续强化空防能力 根据路透报导指出 美国总统拜登最快明天就会宣布 再向乌克兰提供3.25亿美元的军援计划 除了包括荷兰挪威立陶宛西班牙丹麦等国家 也陆续公布军援乌克兰的项目 不过长期扮演乌克兰重要支持者 大力军援及收容乌克兰难民的波兰 总理莫拉维茨奇却表示 不再军援乌克兰 会把重心投入发展国内武器装备 但外媒分析受到股物争议影响 波兰为了保护国内农民利益 拒绝进口乌克兰股物 双方为了股物出口问题加剧紧张关系 加上波兰大选即将到来 恐怕才是军援函咖的主要原因 谢谢张卫正整理报导